桃圆归山区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机车骑士超速又闯红灯 结果跟对向黄灯左转的这小客车发生碰撞 骑士伤重送一不至 另外在花莲收封箱则发生了三车连环状的意外 一辆一颖车因为没有注意路况 撞上前方准备左转的轿车 强大撞击力道 轿车的车尾直接开花 还撞向对向休旅车 还波及到另外两车 银色轿车打方向灯准备左转 没想到这时后方阴影车还是直直向前冲 下一秒追撞前方银色轿车 撞击瞬间银色轿车180度旋转 车头再撞对向车道的红色休旅车 休旅车被撞进停车场后再波及另一辆汽车 车祸意外发生在花莲受封箱 24号下午4点多 阴影车驾驶行经台11线12.8公里处时 疑似没注意前方车祸酿成连环状车祸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银色轿车尾严重凹陷变形 车们也被撞掉了 零件掉落满地 红色休旅车保险桿掉落 车头几乎全毁 而肇事的硬车这猛力一撞 不止银车驾驶跟车内两名孩子多处擦挫伤 红车驾驶也胸部挫伤 驾驶酒车值皆为零 现场已完成事故处理及撤退 而另外在桃园则发生死亡车祸 试字路口银车车黄灯左转 没想到这时对向车道机车高速直行 下一秒两车撞上 这一撞吓坏目击民众 另一个角度看明明已经转红灯了 机车骑士还是直直向前冲 撞击瞬间骑士重摔倒地 机车还一度卡进轿车下方 事发桃园市归山区万寿路二端与大同路口 20号下午机车骑士超速又闯红灯 跟对向车道黄灯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 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车祸意外频传 民众得多注意行车安全 机车综合报导